浊西湘浊青国小今天盛大庆祝创校百周年继村校运动会 由于是浊西湘第二个进入百年历史的学校 部落族人相当重视 更与布农族传统祭祇祝福 不仅地方所会首长以及各级学校单位都到场参加 现役惠明镇小组成员也到场庆贺 并表示将全力协助偏乡学校软硬体的设施建设改善 不论是学生创意进场表演 还是部落族人全体总动员以布农族传统记忆祈福 浊西湘浊青村民以及浊青国小师生 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学校100岁生日 现场有欢笑更是满满的祝福与感动 浊西湘浊青国小成立于民国十年元旦 前身为清水教育所 本由日本警察机构兼办 直到光复后才正式转型为学校 定名为浊青国民学校 并于民国五十七年改制为浊青国小 是浊西湘内继伦三国小后第二个迈入百年历史的学校 小陈议员也讲了 我们要尽量生 尽量生孩子 所以我们代表会跟相公所 这一次我们就提升 生意补助会是三万块 那县政府是两万块嘛 所以五万块 我想还不够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今天上午浊青国小盛大举办 创校百周年即春校运动会 地方所会首长各级学校单位都到场参加 县议会民政小组成员也专程到场亲贺 对偏乡学校软硬体设施设备的提升 小组成员高度重视也将全力协助 特别我们县议会来了重量级的三位议员 这个议会非常的认真 他们趁地方考察的时候 也来这边来考察一下我们组军村 一百年的历史的这个学校 会持续的帮助他们 协助他们在任何设施设备上 还有教育的补助上面做最大的努力 到任最近才八个月的校长刘千瑜 感谢先政府县议会 以及乡公所各界协助学校更新改善设施环境 感谢先政府县议会 以及乡公所等各界 协助学校更新改善设施环境 以及安全设备的建构 尤其对于学校创校百周年庆活动的支持 我爱卓卿国小 卓卿国小是最棒的 我们没有排练过 卓卿国小是最棒的 谢谢你们 祝福大家 卓卿国小历届校友也纷纷返校庆祝母校一百岁生日 不分老中青三代 哥哥站在历届毕业照片墙面前 寻找也回忆儿时在校学习的点滴 高唱校歌要将卓卿国小的精神传唱到第二个一百年 记得石玉兰卓西采访报导